高雄最主要的中山路 已經不是變成小河 而是變成了海面 強風夾雜大雨 積水有如海浪一波又一波 就旅車通過見習水花 而小哥車跟機車 就沒那麼幸運 好棒喔 好棒喔 快到回家 要一到一到一到 這是3號晚上 高雄前鎮的中山跟明泉路口 積水從快車道 差點淹進了捷運站 另外城公路也有半個路面積水 車輛拋錨 就連住宅區的和祥街 都有一樓的理髮店泡在水裡 因為社區道路積水四五十公分 好處是車子拋錨 立刻有鄰居幫忙解圍 但同一時間 鳳山華新街的一場平安宴 就只能水人故事命 帆布跟支架在強風中 被吹得東倒西歪 原來當天社區白天普渡 晚上舉辦平安宴 一開始風雨來襲時 大家還特地加快進度 但遲到一半 人躲不過颱風攪局 岸河支流的幸福川 也是因為颱風遇到滿潮 水位比馬路還高 三豐宮周邊多處積水 連道路都水淹半個輪胎 店家住家進水 嚇得整晚不敢睡覺 現在在碗頭 在那裡睡眠 現在你們就在睡眠 我每次下午都會睡不著 我都會睡不著 我都會晃都在睡眠 就連高雄經軌都因為八極風 提前在晚間九點多停止 還會颱風三號晚上八點 從高雄子館出海 但速度緩慢 後續風雨也讓高雄市區 整晚無法安寧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整棵大樹被連根拔起 青島穿越人行道和馬路 直接阻斷了交通 一早起床出門的民眾 不傻眼都難 因為高雄整條林雅路 就像鋪了綠色地毯 還有建岸工地 各種圍離岡架 東倒西歪 畢竟看看前一晚 風強宇宙路樹 一樣倒得倒 歪的歪 五幅和和平路 人行道整個地面隆起 水溝蓋分離 旁邊的停車場 還有車輛遭殃 白色箱形車被樹幹 硬生生砸到 車頂凹陷 擋風玻璃碎了 其他車也幾乎 都被樹葉給淹沒 隨地都是露樹 深夜天很黑 風雨又強 即便環保局人員漏夜清理 還是很難完全清乾淨 4號清晨 在中正區的景田路 發生車禍意外 原本停在路邊的轎車 車尾凹陷變形 路中間則是有一輛 白色轎車車頭 嚴重毀損 高雄市區各處都有 青島的路數 中華路上環保局人員 一大早就出動清理 根據高雄市政府的統計 截至4號早上9點 海魁颱風造成的路數倒塌 就有198件 廣告招牌掉落也有13件 環保局人員冒著風雨清理 民眾如果真的要出門 也必須特別留意 TV變形容李讚盛張麗玲 李謙偉仲宣高雄采訪報導 走進民宅 滿地的木材凌亂不堪 已經看不出來原本是什麼樣子 好好的住家怎麼會變這樣 走出門拉遠來看才知道 整棵大樹緊貼著這棟民宅 受到海魁颱風影響 高雄古山區4號凌晨 刮起12級的強震風 古山一路在清晨4點多 外頭的一棵路樹是被風吹倒 硬生生壓到民宅 導致烏糧受損 原本在二樓臥室睡覺的住戶 全被嚇醒 還好還好 因為它這邊有東西擋著 就成一個三角形的空間給我的 碰身就整個倒下來 還好兩名住戶沒有受傷 自行脫困 只是被壓到的還不止一戶 旁邊民宅雖然沒那麼嚴重 但一樣被海魁颱風的風雨侵襲 二樓的半面牆是崩塌 家中天花板不止破損 還不斷滴水 一樣走上二樓 天花板壁紙破裂 裡頭的木材清晰可見 就連管線也已經彎曲垂下來 獨居在這兒的阿公 一整晚伴隨著滴滴答答的漏水聲 整個地板也都淹水 我現在要怎樣 這樣沒辦法了 我一口兩年 所信人都沒事 只是現在原本的避風港 也變得殘破不堪 要復原恐怕得花不少時間 TV變身徐靖猴 宋沛文理建委 仲宣高雄採訪報導 平東岩浦狂迫暴雨 大人科技大學的校門口淹水了 車輛行徑漸騎水花 瞬間正風達到時機 我朋友都可以游泳的 可以游泳 真的 真的可以游泳 民宅前庭泡水成了游泳池 男子苦衷作樂 屏東高速箱 食雨量接近60毫米 低滑處道路被淹沒 住家也嚴重積水 民眾認不住叫苦 我們這裡淹到整個路都看不到了 馬路都看不到 很誇張 風強雨大就有人募集這一幕 我都是倒霧所見 然後上去哪裡 綠色大型垃圾桶 被狂風吹著跑 橫越馬路 過程超驚險 現在在屏東岩埔 其實也是有稍微降雨的狀況 可以看到在後方這一棵大樹 它已經整個是傾斜45度角 平24縣道路樹搖搖欲墜 一旁也有路樹傾倒 這甚至影響到電力供應 台電人員一早冒雨搶修 到4號上午10點為止 岩埔有800多戶停電 全線3200多戶仍然等待修復 颱風出海了 4號一早民眾跑到台南安平台江 提案關浪 仍然可以明顯聽到風聲呼呼大作 在漁光島風浪一波波 樹木也不停搖晃 還好四草橋下的熱門景點 台江阿嬤依然安在 沒有受到毀損 不過海魁颱風帶來強風 歸人區台南高鐵站附近 路樹被連根拔起 倒了好幾顆交通受阻 高鐵站要往回走 要往86方向走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氣象局預測南部沿海4號下半天 風力才會逐漸減弱 民眾仍然不可大意 TVBS新聞 葉鳳達 顧守昌 南部報導 風雨嗖嗖 原本該停止的樹 都被吹彎了 帳篷更是慘烈 布料幾乎被吹飛 掉落在一旁草地 只剩下股價孤零零的還在支撐 往前走更有好幾頂帳篷 耐不住風雨直接垮下 這裡是號稱全國最美海景 露營區的高雄奇境勝地 現在一片狼藉 風像宇宙啊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他說你看整個支架 都剩支架而已 對啊 對啊 你覺得怎麼會這樣 風太大啊 大風吹把旗經帳篷區被吹了 你看到支架整個都被吹垮了 事實上一個月前杜蘇瑞颱風 帳篷區才災損嚴重 如今是雪上加霜 帳篷內擺好的桌椅和電扇 也就這樣倒在地上 更有露宿直接被連根拔起 橫躺在道路 帳篷布就這樣掛在骨架被風吹呀吹 營區近白頂的帳篷幾乎全毀 業者損失慘重 不知何時才能恢復營業 另一頭王美聖地愛情海裝置也出現災情 藍白風的希臘風建築直接被劈開裂成兩半 從另一個角度看更是驚人 大量的木頭殘骸就這樣散落遺地 完全看不清原本的樣貌 現場猶如廢墟 這回海盔颱風肆虐帶來影響難以估計 TVB新聞綜合報導 為了回家顧小孩村民只能這樣回去了 居民搭乘怪首越過溪流要回家照顧孩子 道路中斷因為土石流又來了 稍微下來的土石流 這是3號傍晚南投信義東浦 再度發生土石流 滾滾土石泥鋪順勢衝下來 鋸成更大的土石流 因為之前淤積的土方還沒清完 怪首就在現場 緊接著土石流又來 狀況更糟了 累積的土方和大小石頭 似乎怎麼也清不乾淨 仁愛鄉也是路況受阻 台14縣春陽網盧山路段 也因為土石流淹沒路面阻礙交通 山貓先挖開通道 以搶通為首要目標 還有頭85縣8.7公里處 平靜橋路段 土石淹沒無法通行 大型機具搶通當中 3號晚間 南投足山刮起 九級強風吹倒了一棵大樹 壓斷電線 台電連夜搶修 民眾通報高壓電線斷掉走火 那前往查看的時候 是電線已經斷掉 在地上已經有短路的現象 大風吹倒的 還有苗栗竹南假日資深 海邊的木麻黃 兩顆木麻黃被吹倒 壓在翔行車的車頂 還壓到電線拉垮了路燈 樹也是很老的啦 那是老舊的 老舊的關係啊 車一震烘就倒下去 兩顆在一起就 往下去兩顆一起倒 木麻黃看來根部已經腐壞 耐不住大風吹 夜間倒了下來 幸好車上沒人 工作人員接獲通知 趕往現場處理善後 TBS新聞 謝國金城家 桂吳書平 苗栗南投報道 9月3號晚間 當台中市長 盧秀燕臉書一宣布 不要讓市民冒險 9月4號台中市 才預防性放假 瞬間湧入大量讚蝦 尤其Instagram上 年輕市民對盧秀燕 又是讚賞 又是表白 各種的我愛你 留言一則比一則肉麻 我昨天看到IG 還有好幾十個人 要跟我結婚 謝謝大家 我已婚 謝謝 4號上午台中市 無風無雨 道是雲多天氣涼 市區百貨公司正常營業 10點多百貨公司外 已經有民眾在等開門 甚至台灣大道上 也出現排隊 等進停車場的車潮 盧秀燕前一晚 是如何決定 週一放颱風架 這個颱風是有史以來 最怪的颱風之一 難以捉摸 光是它登陸的地點 一日三遍 我們寧願過度小心 也要保住市民的安全 台中上一次的颱風架 已經是2531天前 也就是將近7年前 民國105年的9月27 28兩天 道是隔壁的苗栗縣 沒放颱風架 縣長中東景臉書 也被灌爆 週一上午 苗栗縣無風無雨 天氣陰 縣長PO文解釋 無法讓鄉親在家 休息躲颱風 是個十分艱難 且有為民眾期待的決定 底下有人力挺 說正確 上班是對的 有人說縣長英明 但也有人不滿留言 你可以不要被新竹 牽著走嗎 做個有主見的男人 學生也好 上班族也好 新竹的多 那如果萬一 他的家庭要上班 然後我們的學生又停課 他家裡小孩 都會沒有人照顧 還會麻煩 所以當然我也很想 放假空架 可是有時候是 愛宜各方面的判斷 縣長強調 考量桃竹苗生活圈 只能有為民眾期待 而前一天傍晚 海葵登陸台東後 台灣許多地方 都看到了這火燒雲美景 天空中整片的紅 在彰化跟台中還有人拍下 橘紅雲層中的七色彩虹